这个案例的重点其实是在婆婆 所以我们如果建议 我觉得媳妇做得好像还不错 我们再给她什么建议 其实是在她此刻有点 她也听不太进去啦 我觉得我们反而是可以 建议一下这个案例里面的婆婆 因为我们大家要想就是说 其实你一直就是说 我觉得婆婆一定是 可以念媳妇的 因为人都会有不满嘛 你不满又同住着屋檐下 你不叫婆婆说出来 难道叫她发疯吗 媳妇不想发疯 婆婆也不想发疯 所以你还是要鼓励婆婆 把她的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那只是说 如果像这个案例 婆婆是不是可以在 念她媳妇的同时 你也去念你好生 对吗 她跟外面的女网友打情骂俏 或者是说她在家里都 翘二郎腿 在看做她的网友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去念一下 那这样媳妇的事情 其实一定会好很多 你想说我跟你们两个 挤在同一个屋檐下 又没有血缘 那你如果在老公 好像快要跑出去的时候 你敢拉一把 你站在我的立场 说一句话就好 那媳妇不可能跑出去吗 对对那时候媳妇的 那个会比较 我的想法跟她又相反 所以这是外星人嘛 今天怎么会这样有外星人 你不至于到外星火星而已 我想听听看阿哥怎么说 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我跟你讲在婚姻里面 最不要去做的一件事 期待人家改变 因为不成功其实更复杂 更怨 我觉得说 我觉得在婚姻里面遇到困难的问题 只能告诉你说 我有几个选项 你要去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就是别人有 有人改变 那是我赚到 但是没有改变 我不能激望 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婆婆 这样一个个性 这样的习惯 你要叫她做一个公平 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为她离这样的一个标准太远了 我的看法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我至少让这个老公压力少一点 因为我知道她没有能力 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不要再加给她压力 我的建议是说 我就是告诉你说 我先把我的人情做给你 就说这个事情我可以为了让人 我也不要求你什么 看这个角度 有没有办法让你改变 如果你也没有办法改变 我就是理定了 就是我觉得说 这样的顺序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期待任何人改变 是一条很深的路